好了,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是星期六,我就不知道 我就照售賣了 但其實應該有很多貨 這都是被人訂了 正如我所說的 凡真先貨都是預定的 開來,逐張來,跟海膽 海膽其實都不售賣了就算了 總之,我可以跟各位說 因為今天我有個客人上來 又買了20個雜診次 他接著就說 我吃過了一味,蝦也吃過了 他甚麼都吃過了 我問你最主要是吃哪一種 他問樣子都好吃 他說這樣吧 他說海膽很突出 想一會 海膽也很突出 為甚麼呢? 平時在街上吃的海膽 很多時候我懷疑 自己做餐廳的人就知道 特別是海膽有些飯、壽司 可能是那些壞的海膽 那是有股氣味 跟我們那些甚麼都相比 街價、座底 我不要說一千,九百多元 六九九 明天可以上來碰運氣 應該沒得碰的 可以訂貨 再下星期拿去 我主要不是收這些 竹籠卷 明天應該有些現貨 現在你這樣看就看不到它 究竟是有多大 你總之想想 跟啤梨哥的那條檳汁差不多大 啤梨哥的那條檳汁有多大 當然是劍啪啪 難道它都流肥肥的 等等有甚麼 是全鯛魚做的竹籠卷 基本上簡單來說 日本魚蛋你這樣吃也可以 但你不會凍冰吃的 煎一下它 錄一下它 吃七天 吃不完 放上冰格 七天之內 我們想享受那種最鮮的味道 就放在冰箱下面那一塊就可以了 不用做冰格的 198 八爪魚 這一隻是500-600克 我真的要剪掉一張照片 免得嘩苦別人 我們那隻是700-800克 有時是一克的 真的好吃得很厲害 明天看看有沒有碰運氣 可能還有幾隻 388克 好 再去 不用說話了 其實我沒有貨了 可能明天有幾盒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下了命令 再頂了很多 這個真的很冷靜 記住 上網看看 你打回大堂嶺土 看看別人賣多少錢 我賣多少錢 你消費要證明 你才決定跟誰買 OK 好 回來 下不說了 明天我有貨了 接著是不是牛肉 牛肉 好了 牛肉也是有貨了 上來買就行了 暫停 不要觸相 我先安排一下 這一個 我不特別說了 我們下星期到貨 我會找一些同事 或者請一些嘉賓 或者下星期他們再吃多一次 吃多一次你看不到 但我敢說 我們這隻貓山王魚餅 是市面上最好吃的貓山王魚餅 我們貓山王 每一年用的貓山王 都是用當地馬來西亞的冠軍 因為貓山王的比賽 冠軍貓山王的果肉 差不多是全果肉 80% 當然要運一些東西 那不然你一匹放進去嗎 OK 好了 這隻是平衡大隻的 去年賣多少錢 438元 今年賣多少錢 都是438元 OK 大家快點訂了 數量不多 因為去年三個星期前 中手就賣光了 今年 很可能是我們還有一年賣月餅 大家真的要珍惜這個緣分 438元 regulant size 4個 OK 好了 喂 重皮 想試一下味 又或者 送給朋友 嗯 OK 去年我們賣218元 今年賣多少錢 228 為什麼 其實因為是供應商加了我10元 運費 那為什麼我 我直接全部 算了 你要我接受就不拒 那我就加10元多錢 自己也不加 228元 你看起來就跟我剛才說沒有分別 其實有分別 其實是小顆的 即是棋子餅 大概是棋子餅一點 即是微理月餅 4個冰皮的貓山王 228元 那你如果普通朋友 又不是那麼朋友 送合這些都可以的 或者你家裡少人的 兩個人的 就是 那個口音是OK的 但是這個 年年都是第三年買的 都是買得最少的 為什麼呢 四顆是228元 第三張照 八顆是338元 即是一倍 是的 但是價錢不是一倍 是多了 81元 是338元 所以我們其實最好就是這隻 棋子餅的 八顆 OK 大家可以訂購 什麼時候來呢 應該是下星期二、三 就會到我手上 那我可能三、四 就會通知你們上來拿貨 到時 OK 好 回到 不特別說 明天我們的營業時間 我們的營業時間 就是早上三點至六點 星期日 因為我們有結他班的關係 我們就會開的 但是星期日會晚一點 過去我們開十二點 星期日會再晚一點 因為我們要去展發 一點到五點 半 一點到五點半 因為我們其他班四點多開 我們做完就走了 不等你們了 那麼 大家這段時間 都可以上來買東西 訂貨或拿東西 OK